在元朝治河年间 霍苍山里住着一位名叫郑一的和尚 法号公封 说起来 他本来是出宗俱学里一个有名的学生 这个郑一从小就与众不同 墙堡中时常一一一哀哑 听起来像是在背书搞个父母一口墓水 后来有个渔游僧人上门画园 抱起郑一一看 这小家伙不哭也不笑 嘴里念的即使能言大当真金 孙人断言这孩子是高峰转世 便请求收杀为徒 可父母觉得这话太玄乎压根不信 父母心想还是让孩子好好读书吧 结果正一过目成熟 但对公民立路毫无兴趣 几次想信如学佛 却被父母狠狠教训 无奈之下只好去参加考试 年纪轻轻就考上了 直到父母去世 他才手装两年后 把家产全分给了族人 自己封闻的大皮带装上墓鱼和金书 剃掉头发跑到山里修行去了 大家都叫他孤丰长老 也有不认识的叫他皮布袋和尚 他跟其他和尚不太一样 不仅借酒肉银鞋 还特别有三进 不墓园不讲经 不住名山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墓园 他说 学佛要从苦行开始 得让身体去苦 饿着肚子才能不生一日之念 这样久而久之 自然成佛 教室整天靠施主供养 吃饱了就想闲逛 身体暖和了就满路 哪里才能上修行呢 又有人问他为何不讲经 他回答 佛经是佛菩萨说的 除非是佛菩萨才懂 我们这些凡人讲经 就像痴人说梦 陶渊明读书都不求圣洁 何况我们读佛经呢 我不敢妄为佛菩萨的功臣 只求不做罪人 所以不讲经 再有人问为何不明山 他说 修行的人得远离诱惑 明山美景太多 容易分心 山里有名怪引人作诗 月亮和风也让人心事不明 就算是明山学道 也难免心不清净 更何况 明山总有乡客和官员来往 难免心生杂念 所以我宁愿住在荒山 耳怒清净 他因为这三界不求明 却明生大盾 许多人都想拜他为师 占他不轻易收徒 只有那些确实有善根 心无杂念的人才会替毒 稍有不信任的就拒绝不收 所以出家多年 徒弟不多 孤丰长老独自在山剑堂 搭了几间盲屋 耕田为社 引权势而活 在一个秋风瑟瑟的早晨 树叶飘落 虫年生生 我们的和尚一大倒就起来了 先是扫了扫门前的落叶 又换了付钱的进水 点着香 然后 就坐在中堂的葡萄上打坐 这时忽然有个年轻书生 带着两个家伙走了进来 这书生长得那叫一个巨 简神像秋水般轻扯 态度如春云般轻盈 她的眼睛特别有神 似乎总爱偷瞄姑娘 别看她站得远 只要轻轻一瞥 就能看出人家是美是丑 遇到漂亮了 她就丢个眼色过去 要是对方正经 就低头走开 那眼色就算白丢了 可要是对方也不正经 那可就没来也去了 简直是眉目传情的高手 书生一进门 先对佛上拜了四拜 又对和尚拜了四拜 然后站在一旁 和尚正在入地 你咋回你 等他做完功课 才向了谱团 回了四拜 大家做定后 和尚就问他的姓名 书生自称是魏央生 是从缅方来的 游历书这一代 听说和尚是当代高僧 所以特地来待访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和尚问姓名 他却报了别号 原来在元代 读书人都喜欢用别号 不爱用真名 年轻的叫某双 中年的叫某指 老年的叫某道人 这位央双 因为特别喜欢晚上活动 尤其是夜未央时分 所以取了这个别号 和尚听他夸得太过 有些不好意思 就谦虚地回应了几句 此时 摘饭已经做好 和尚便留他一起吃了早餐 两人对坐谈谈 发现彼此很有默契 原来这位央双聪明绝顶 什么书都看过 别人掺不透的馋鸡 他一听就懂 和尚心里想 这人学识过人 只可惜长了一副 色狼的模样 如果不把他引入正途 将来肯定会闯祸 祸害不少良家妇女 我今天见到了他 如果不把他引导向善 就不是慈悲为怀了 于是和尚对他说 我出家以来见过不少人 那些愚妇愚妇不必说 就是来参禅的学士 听法的官员 也多是门外汉 龙武禅记得很少 没想到你竟如此聪慧 以你的知智 几年内就能登上禅境 人生在世 容易得到的是形体 难得的是性情 容易过去的是时光 难过的是结束 替先生有佛性 不要走上歧途 为何不是年轻 断绝碍语 顿入空门呢 虽然我只是个凡夫俗指 但也能帮你一把 若能发起大任 将来尚可配享生嘎 下也不至于堕入门刹 你觉得如何 魏央生回答 我早就有龟禅的念头 将来你一定会走上这条路 只是我还有两件心愿未了 暂时还难以割舍 如今我年纪上轻 等我回去完成这两件事 再想几年安乐 到那时再来皈依也不迟 左上问道 那请问你心中 这两件愿望是什么呢 是不是想考上状元 为国家向力 或者去边疆立功 光中耀祖 魏央生摇摇头说 我想要的可不是这些 和尚又问 那究竟是什么呢 魏央生回答 我想做的 都是自己能做到的事 不是什么空想 不瞒您说 我的记忆力 目性和写作能力 都是顶尖的 如今那些民事 不过是勉强几点东西 你几篇文章 就像冲霸文坛 但在我看来 那都是虚名 只要做尊重的民事 就得读遍天下奇书 教遍天下奇人 游遍天下名山 然后隐居著书里说 有所厚实 要是能考上近时 为朝廷效力自然更好 就算没考上 也不是为千古流芳 所以我心中有两句思语 要做世间第一个财政 和尚听了 接过话头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是什么呢 魏阳生本想开口 却又犹豫不决 和尚笑道 既然你不好意思说 那我来替你说吧 魏阳生说 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心里的话 和尚自信满满地说 如果我说中了 你可别不承认 魏阳生答道 如果您真的说中 那您简直就是神仙 我绝对不会抵赖 和尚不紧不慢地说 是要取天下第一位家人 魏阳生听了顿时目瞪口呆 弄了好一会儿才说 您真是高人 这两句思语 我整天念的 您竟然一语道破 和尚笑话 你难道没听说过 人间思语 天文落雷吗 魏阳生说 按你说 这种情欲知识 本不该对您讲 但既然您猜中了 我也不敢隐门 说实话 我的道心还不够坚定 欲恋还很深 从古至今 家人财子 这四个字就分不开 有了财子 自然该有家人相伴 有了家人 也该有财子成双 我自认为才华不凡 相貌也不错 常常被尽制造 觉得即便是攀安 未借在时 我也不叙色 既然天生我为财子 岂能没有家人相陪 所以我至今未定期 就是不想辜负自己的财貌 但我找到合适的家人 生的孩子既成香火 那时我就可以安心出家 您觉得如何 和尚听了只是冷笑 看来你的想法 真是毫无差错 只是老天爷 在道人时这片心 假如给你一个丑陋的外貌 或许你还能修成正果 古人常说 那些偏生残疾的人 反而能成仙 你一位生的俊美 正像父母宠爱孩子 小时候舍不得打了 长大后却难得走上歧途 你这副好皮囊 反而成了祸根 你想娶天下第一家人 可就算找到 你未必真是第一 若再遇到更好的 你又会动心 假如那家人 点像你一样 非第一财子不嫁 那你还能娶阿威妾 可万一他有了良人 你怎么办 如果不找手段的追求 恐靠会堕入地狱 你是想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如果甘心堕地狱 就继续找你的家人吧 若想上天堂 请放上望点 跟我出家 魏阳生听了和尚的话 笑着说 师父说天堂地狱 这四个字 未免有些老套 不像是高松的风范 其实参禅就是要自我顿武 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 就是佛 哪有什么天堂可上了 就算犯了些风流罪过 也不过是玷污了名教罢了 哪有什么地狱可堕了 和尚点点头说 为善者上天堂 作恶者多地狱 确实是老豪化 但你们读书人 什么都可以不具体于形式 唯独修身逆行的事不能马虎 即便没有天堂 也要以此为向上的目标 即便没有地狱 也要以此为作恶的境界 既然你觉得这些是套法 那我就不说将来的因果报应 只谈眼前的现实 古人有句话说得好 我不赢人欺 人不赢我负 这也是句老套法 但身上堪义的人 无意能逃过这个套 要想不被套住 除非不去犯淫 要是去犯淫 那是少不了要被套住 你是想入套 还是想脱套呢 想入套 那就去找你的第一家人 想脱套 那就放下妄念 跟我出家吧 为央生效吧 师父说得很透彻 不过对于多年人讲道理 得说得吓人一点 让他们毛骨手来才行 对我们这些人 未必需要这样严厉 天宫虽然立法严格 但执行起来也有宽恕 兼淫必报的例子是多 但不报的也不少 如果挨家挨户去查 严人妻礼的人 也让他们的妻礼偿还 那天宫岂不是太过分了 总之因果循环 大多数是不会说的 做人不善的人 要知道这个道理 这是劝话的重点 何必这样吓唬人呢 和尚微微一笑 说照你这么说 世上的奸淫也有不报的 我看天宫立法 并没有让人漏网的 或者你心里宽厚 觉得有漏网之余 但我改说 古老金来 银人妻女而不报的 一个都没有 书上记载的 民间流传的比比结实 你想想 银人妻女是占便宜的事 谁都不愿意公开 所以知道的人少 妻女被淫是吃亏的事 没人愿意说 所以知道的人更多 甚至有妻子 瞒着丈夫 女儿瞒着父亲 连自己都不知道 还说 奸淫之暴不存在 知道死后 才明白古话不虚 可那时已无法再说出来 无论奸淫与否 心恋一斗 妻女之心 也不自觉地被影响 比如你对丑妻不感兴趣 亲里想着白天见到的美女 把妻子当成她为取乐 谁知道你妻子心里不嫌你丑 想着白天见到的帅哥 把你当成她来取乐呢 这种事人人都有 虽无所于冰霜之潮 颇有伤于匪时之心 这就是好色之暴 心念如此 何况深入其事 体压其成 鬼神不见 丧物不撑 使妻子为全劫之父 我这话可不是套话 你觉得呢 梁阳生解头道 说了很有道理 不过我还想问 假如一个没有妻女的人 淫人妻女 那他拿什么来偿还呢 这大功的法度就学不通了 还有 自己只有一两个妻妾 儿女 却淫了天下无数个妇人 即使妻女出世 也不过是本少利多 天宫该如何处置呢 人家听了 直到薇阳生这块玩学 难以撼动 就说 你这口才真是厉害 我可不敢当 不过这些道理 口说无凭 得自己去问 等你娶了家人后 从生活中参悟出来 才算真正明白 看你有超凡入胜的前置 希望你在忽然大悟后 再来找我商量归路 我从明天起 天天等着你 说完和尚提笔 写了一首祭语 请抠皮不带 去做肉扑环 须及生死毁 修阶以待官 和尚写完 递给魏阳生 说我这出奔的和尚 不识机会 寄予诗人激烈 却是一片苦心 需要你能留着 不验证 说完站起身来 像是要送客的意思 魏阳生知道 这是被拒绝了 但念他是高僧 不敢冒犯 只好逼头赔罪 我性子于完 不受教诲 希望师父海涵 贪日重来 还望收留 说完败了事败 和尚也回礼 送他出门 两人就此分别 和尚的故事到此为止 接下来要说 魏阳生迷恋女色的事了 至于攻凤的结局 要到最后产生结想 话说魏阳生告别了攻凤 一路上嘀嘀咕咕的抱怨 真是莫名其妙 我这二十多岁 正值青春年华 竟然有人劝我削发为僧 去过苦行僧的生活 世上哪有这么不近人情的事 我今天来见他 不过是因为他是民事出家 想到他胸中 必有不同凡响的见解 能帮我提升闻思 谁知道他竟然对我这么冷大 还送我一首乌龟祭 真是让我无言以对 我堂堂一个大丈夫 若是做了官 还要治天下 管百气 难道连自己的妻子都管不住 我若遇到好女子 偏不想疯了 稍微放点风流罪过 把自家门提索的严严实实 看哪个男人能来讨战 他说啊 有女子嫁着我这么英俊的丈夫 就算有其他男人来勾引他 他也未必看得上 失节这种事啊 我看是不会发生的 他那首记忆 按理说应该撕了丢回去 不过考虑到以后见面 谁要堵他的嘴 我还是留着 看看他以后会不会后悔 魏央生回到家 吩咐下人们各自去通知媒婆 帮他找世上第一家人 他本就是个有身份的人 用传貌双全 哪个男人不想和他接近 哪个女人不想嫁给他 自从传出消息后 每天都有媒婆 没替他说媒 小户人家任凭他上门相看 大户人家只要顾及面子 或约在寺庙 或定在郊外两人假装偶遇 互相打热 结果惹了不少女子回去 暗指相思 他却一个都看不着 有个媒婆对他说 看来其他女子都配不上你 只有铁飞道人的女儿欲香 才合适 不过他父亲古怪 肯定不会让人相看 有非要见面 这也是恐怕难办 为央生问 为何叫铁飞道人 你怎么知道他女儿漂亮 既然漂亮为何不让人相看 媒婆解释道 这老者是有名的学者 性格孤僻 家里有田有地 不求于人 平生没有朋友 只在家读书 无论谁去敲门 他都不开 有位贵客仰慕他的民生去拜访 敲了半天门 敌夫开门 连答应都没有 那贵客无奈 一时一手 写在门上离去 其中有两句 但知高是彭卫户 谁料先生铁威飞 他后来看到诗句说 铁飞两字说了不啥 于是取了铁飞道人这个别号 他一生无止 只有一个女儿 长得如花似玉 无人能品 一还读了一度的书 全是父亲叫的 诗词歌夫样样尽头 他将门禁森严 不去烧香 也不出门看热老 十六岁老还没弄过面 三公六婆都进不去 昨天那老者在门前 叫我走过 叫住我 问你是媒婆吗 我答是的 他就请我进门 指着女儿说 这是我的女儿 要招个像样的女婿 当儿子养老 你帮我留心物色 我就提起你 他说 我也提出过他的财名 但不知品德如何 我又说 他少年老成毫无破绽 只是他要亲眼看了 他跟虾皮 他一听这话就沉下脸说 胡说 只有扬州人家养的兽马 才让人相看 哪有正经女儿 让男子见谅的道理 我见他说的这么坚决 也不好再讲 只好出来 所以我知道这亲事 恐怕成不了 魏阳生虽然听了媒婆的话 也信了先师的指点 但因为没亲眼见过新娘 心里还是有些疑虑 直到重庆那天晚上 拜完堂和新娘一起走进洞房 他这才仔细一看 心里总算是乐开的话 他说 这位玉香小姐 虽然长得是倾国倾城 但性格上 魏眠有些不合魏阳生的胃口 他从小在家里被管得炎炎的 耳朵里听不到什么不酸不适的话 眼睛也见不到什么不正经的东西 读的书不在列里传 就是李孝金 他说的话和魏阳生 心里的那些小九九完全对不上号 他的局局也有点像了那古板的老爸 魏阳生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女道学 每次魏阳生对他说句甜言蜜语 他就脸红的像个苹果 扭头就走 魏阳生本来提喜欢白天干点啥小事 看看小黄片之类的读读戏 有几次他想扯到库子 他就大喊大叫 搞个看他要强迫他似的 魏阳生只好作罢 晚上虽然能顺利行事 但他总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魏阳生想玩点新花样 他就一口一个犯了背负之嫌 或者倒了夫刚之里 搞得魏阳生很无奈 就连到了最开心的时候 他也不肯配合叫几声 简直像个哑巴 魏阳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得想办法改变一下 他跑到书画店 买了套赵子兰画的绝料充公图 共36幅 打算拿回去给玉香看看 让他明白这男女之事 故意有之 不是他瞎点的刚拿回家 雨霄还不知道是什么 翻开一看 第一页写着汉公遗兆寺的大志 他以为是汉公里的贤妃书院的画像 就继续看下去 结果翻到第三页 看到一个赤条条的场景 顿时脸红了 气呼呼地说 这是什么不吉利的东西 快让丫鬟拿去烧了 魏阳生赶紧拦住他 这只件古董价值百斤呢 我可是问朋友借来的 你要是赔得起就拿去烧 赔不起就放下 让我欣赏一两千代还呢 玉香说 这种不正经的东西 有什么好看的 魏阳生说 要是不正经 画家也不会画 收藏家也不会花重金买的 因为这是自古以来最正经的事 所以门人默客才画下来 让后人学习 这阴阳之理要是失传了 夫妻之间就没法和谐了 你怎么就松弃了呢 气呼说 我不信这事是正经事 要是正解事 古人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在白天坐 非要等到夜深人静 偷偷摸摸地站着 魏阳生笑道 这也不能怪你 是你家老爸把你关在家里 没让你接触过这些事 你想想 世上的夫妻 哪个不是在白天干事 要是夫妻不在白天刑罚 那画家怎么会知道这些招数 还画得这么穿深 律乡反问 那我家父母为什么不在白天坐视 魏阳生胆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在白天坐视 律乡说 我都16岁了 从来没撞见 把他们干这种事 连听都没听过 魏阳生笑道 傻姑娘 这种事你是看不见听不见的 除了儿女 丫鬟仆人哪个没见过 他们做事的时候 肯定是知道你不在场 才会关门上场 要是让你看见了 还引起你春心萌动 后思乱想 律乡想了想说 他们白天也常关门睡觉 可能就是在干这种事吧 只是这样羞员的事 你看我我看你 什么做得出来呢 魏阳生说 白天刑罚比晚上 那可是乐许多十倍啊 其中的妙数就在于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才更有情趣 其实事实上只有两种夫妻 不能在白天干这事 玉香好奇地问 哪两种啊 魏阳生解释道 一种是丑丈夫配美娇妻 另一种是丑妻子配帅丈夫 玉香继续追问 为什么这两种人就不能白天做呢 魏阳生笑着说 做这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 彼此心动才会快乐 如果妻子肤白貌美 像玉雕的一样 那丈夫脱了她的衣服抱在怀里 一边看一边来 质量乐趣十足 那仰物不知不觉就又一又大 但是如果妻子看见丈夫像个鬼怪 皮肤黑粗 穿的衣服还好 脱了就露出真相 和她的白嫩几乎一比 丑得更明显 妻子看了心里不嫌弃才怪 这么一来 丈夫的性质也就没了 魏阳生接着说 这就是美妻丑夫白天洗房的尴尬 至于帅丈夫和丑妻子 那情形也差不多 就不多说了 可像咱俩这样 白对红对红 嫩对嫩 若不利用白天显摆一下 整天躲在被窝里摸索 那岂不是浪费了 娘子你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试试 看能到底比晚上如何 雨香听到这里 心里开始有点明白过来了 虽然嘴上还在说不行 但心里其实已经有些动摇 脸颊微微泛红 显得有些娇羞 魏阳生心里乐呵呵的 心想终于有点意思了 不过她觉得这时候 就动手有点太急了 就像恶汉见了美食 狼头虎咽地吃下去 不知道细细品味 终究是少了些美妙的滋味 所以她决定摘掉了她的胃口 魏阳生拉过一把太师椅 自己坐下 把玉香拉到怀里 然后打开那本冲锋册子 一页一页指给她看 这本册子和其他的冲锋不同 每次画的前半页是画面 后半页是提拔 提拔前几句解释画面内容 凑几句则赞美画工的金鸟 魏阳生拉玉香 仔细体会画中神情 以后好学的做 便一句一句念给她听 第一副叫《重点寻方》 提拔写道 女子坐在太后石上 两腿分开 男子用手把玉竹放入她的阴中 左套右摸寻找花心 这时两人刚开始 还没到高潮 所以神情和普通时候差不多 第二副叫《交风量力》 提拔写道 女子仰卧在锦路上 两手冲住 两腿悬空迎合男子 但她准确找了花心 不至于万头 这时女子神情激进饥渴 男子看起来有些慌张 让人看了替她们着急 这正是画工的高明之处 第三副叫《迷鸟归零》 提拔写道 女子斜靠在绣床上 双腿朝天 用手抓住男子的两腿往下用力 这时已经进入佳境 踏在离尸 两人都在努力 精神异异 真有笔非莫无的料去 既四伏将厄马奔巢 提拔写道 女子平躺在踏上 两手紧紧抱住男子 实际上是要把他绑住 男子用肩膀拖住他的双腿 御主完全进入阴中 没有一点空隙 这时两人都在将丢未丢之际 眼睛半针半闭 舌头将吞又吐 两人神情一致 真是画工的料饼 第五副叫《双龙痘卷》 提拔写道 女子的头靠在枕边 两手放下 乱绵绵的 男子的头靠在女子颈边 身体也乱绵绵的 说明已经泄了 此时香魂欲去 好梦将来 动机静静的状态 女子的双腿还在男子肩上 显示出一丝生动的气息 不然就像一对一死人 让人有同观共学的感觉 御香看到这里 心里那股骚动劲就上来了 魏央生正准备翻页 继续给他看 御香却一把推开书 站起来说 这什么破书 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你自己慢慢看啊 我要去睡觉啊 魏央生笑着说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呢 看完了一起去睡吗 御香故作生气的说 轮到明天就没有时间看了 非得今天看完 魏央生知道 他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 于是老度他亲吻 以前每次亲吻 魏央生的舌头 都被他紧闭的牙齿挡住 正是他的舌头 却主动送了过来 魏央生趁机说道 亲爱的 我们不如就在这太师椅上 笑话里那样试试吧 御香假装生气的说 这哪是人干的事 魏央生笑道 这可不是凡人能干的 是神仙才干的事 我们就当一回神仙吧 多转手就开始解他的裤带 御香嘴上不答应 手却很诚实的搭在魏央生肩上 任由他把裤子脱下 这时魏央生发现他裤装 实在一大片 显然是刚才看话时流出的饮水 他也不客气 把自己的裤子也脱了 拉他坐在椅子上 两腿分开 直接把御主插入他的饮中 然后才开始脱他上身的衣服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脱上衣呢 因为魏央生式的行家里手 他知道如果先脱上衣 御香心里虽然急切 脸上却会有些羞涩 转免作作 先占据要害之力 其余的自然就容易了 这就像是当时先秦贼秦王 果然 御香任由魏央生 把他的衣服脱的一丝不挂 只留下脚上的褶裤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你只裹脚时只顾向的脚齐 十个脚趾难免称赤不齐 不太好看 而且那三寸今年 还得靠褶后桌眼才显得有趣 不然就像无业的话不耐看了 所以魏央生 聪明地留了这一件不脱 等到把他脱得差不多了 魏央生也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一干二几 然后大胆伸手 分开他的小脚将在椅上 挺起御主在他的阴中 左掏右摸 就像第一幅春宫图里那样 寻找了花心 魏央被这样一干挑逗 忍不住双手撑住一致 把身体向上银河的御主 魏央生也不客气 左一边右一边地继续探索 知道某个地方 让魏央感到又酸又痒 等不住说道 就这样了 别再左掌又摸的 弄得人心痒难带 魏央生知道自己找到了正确的地方 便专心致志地攻了起来 由浅入身 由宽到挤 连续进攻了数百次 魏央也不自觉地把双手倒到身后 抓住魏央生的臀部往上推 这姿势正好和第二幅春宫图上的情景吻合 魏央生于是把他的双脚架到肩上 双手抱住他的先腰用力深入 这时魏央显得更加粗大 填满了他的阴中 又是一番激战 魏央的眼睛开始迷离 发际也有些松散 仿佛要睡着了似的 魏央生轻轻地说 亲爱的我知道你快到了 这一支不太方便 我们上床去吧 魏央正处于高潮边缘 松霸走到床上 他会打断这封快活 何况此时他手脚酸软 动他不得 哪能走得动 听魏央生这么一说 他只是紧闭双眼 摇头不语 魏央生问 亲爱的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他向微微点头 魏央生笑道 那我抱你上去吧 于是他把他双脚架在手臂上 羽腔双手抱住魏央生 嘴里含着他的舌头 魏央生抱起他 魏央依然留在他的体内 一边走一边抽烁 像是走马看花 把他放到床上后 他又架起他的双脚 他从头再来 经过数百次的抽中 魏央突然叫老 亲爱的 我不行了 双手紧紧抱住魏央生 嘴里发出身影 仿佛大病僵死一般 魏央生知道他到了极致 于是用力把魏央 顶住他的花心 给他一起打到高潮 两个抱着睡了一会儿 魏央醒过来 调皮的说 我刚才都感觉自己快死过去了 你知道吗 魏央生笑道 我当然知道 这不叫死 叫做丢 魏央好奇地问 什么叫丢 魏央生解释说 男人有阳经 女人有阴经 做得开心的时候 那经就来了 快到了时候 全身酥麻 昏昏沉沉的 就像睡过去一样 惊一泻 这就是丢 第五福生公图画的 就是这种情景 郁湘披后缓然大悟 照你这么说 不丢了还能活 那就不是死了 魏央生点头 当然 男人一次丢一次 有些女人 丢得更快 男人丢一次 他能丢好几十次呢 这就是怪货 什么会死啊 郁湘笑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以后天天都要丢 夜夜都要丢 魏央生哈哈大笑 我劝你没错吧 这段充公画策 是不是个宝贝 郁湘也笑了 真是个宝贝 要是买回家 尝看看也不错 只怕那朋友 会来要回去 魏央生得意地说 那是骗你的 其实是我自己买的 郁湘听了心里乐开了花 两人说完就穿好衣服 又坐下来继续看春宫 看到兴奋说 又开始新一轮的缠绵 从此夫妻俩感情更加亲密 恩爱有家 自从看了春宫 郁湘变得更加活泼大胆 晚上在床上 也不再拘泥于中规中矩 反而喜欢尝试新鲜花样 他甚至任意尝试一些特别的玩法 像是倒蜡烛 隔山取火之类的刺激方式 魏央生为了配合他的兴趣 丢到书铺买了许多佛业小说 比如秀他也使用一军船 吃婆子做的 总共买了二十来种 任由他翻阅 以前读的书全都被抛到一边去了 两人之间的床子之欢 就说画三百六十幅春宫图 也难以描绘的记 真是秦瑟和明 中古奇想 其乐无穷 魏央生的生活可谓快乐至极 但有一件事让他烦恼 那就是他和岳父之间的关系不太和谐 为什么呢 因为岳父铁飞道人是个古板的君子 喜欢智朴 厌恶繁华 考验风流 偏爱道学 自从魏央生成为上文女婿 铁飞道人见他衣着华丽 举止轻浮 心里就有些不满 他叹气道 这小子外华而内须 不是成才之气 我女儿算是嫁错了 但屁你已收 婚约已定 无法更改 只能将错就错 于是 铁飞道人打算在婚后 严格把将魏央生 把他磨练成一个方正之许 因此对魏央生毫不客气 稍有差时就要逊去 不论言语还是行动 都要挑剔一番 最央生从小父母双亡 没有人管输 哪里受得了这种磨奈 他几次相反抗 但又怕影响夫妻感情 只好忍耐 然而忍耐终究有限 他心中暗想 我当初不过是因为 喜欢他女儿才来这里 他怎么能这样压我 他是个俯儒 我不去改变他也就算了 他竟然想来改变我 而且我这样一个风流才子 将来还想做些 惬意扣香的风流事 难道就靠他一个女儿 就能过完一生 要是一直这样被管的 连路都不敢慢走 话也不敢多说 万一做书点出阁的时候 还不跟他问个死罪 我现在想与他对抗又不能 忍耐又忍不住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女儿交还给他 自己说要风能游学 去别墅走走 现在是让最美的女人 我已经娶到了 若是遇到第二个 即便不能娶他 做几夜 入水夫妻也不错 主一打定 他决定先跟玉香说 然后再寻示岳父 又怕玉香舍不得他 不让他走 反而不好对岳父开口 于是他决定先瞒着玉香 递递你去找岳父 岳父 我在山村里长大 见识浅薄 上没有名师指点 下面亦有亦有相伴 所以学问没有长进 现在我想告别岳父 出去游学 开阔眼界 中了见识 遇到好老师 就留下来学习 等到考试的时候 就去省城应试 争取考的公民 也不忘岳父招我为序 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铁飞道人听了很高兴 说 你在我家做了半年女婿 只有这句话 让我心得顺耳 愿意离家求学是好事 我为什么不愿意 魏阳生接着说 岳父虽然同意 只怕恋爱足够我无情 熏风不久就要远行 所以我想说 这是岳父的主意 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这样他就不会怪我了 道人点头道说得对 生命好后 铁飞道人在女人面前 却魏阳生出门游学 魏阳生假方不愿意 道人却板起脸来苦口婆心的劝说 魏阳生这番免为其难的答应 于乡正沉寂在新婚的甜蜜中 忽然听说丈夫要走 心里像端了奶的小孩子一样难过 哪里受得了 于是他想方设法的预知 未来的欢乐 魏阳生也明白 尝出寂寞 未必能立刻找到别的女人 于是建立对她好 就像办酒席一样 虽然是为客人准备的 但自己也要想说 几页的温存真是旁人无法报警 只有夫妻自己知道 林贤十人 林贤十人 魏阳生告别了岳父和妻子 带着家童一起出发 魏阳生告别了岳父和妻子 开始了她的游学之旅 她没有固定的方向 走到哪算哪 只要有漂亮姑娘的地方 就是她想待的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 她都会住上几天 魏阳生是个年轻的民事 平时很有才华 也喜欢交朋友 写了不少文章 在千里之外的地方 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她的名声 所以每到一个地方 总会有朋友邀请她 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不过对魏阳生来说 结交朋友是四样的 寻找美女才是偷等大师 她每天早上都会在大街小巷转眼 希望能遇到的天仙般的姑娘 但总是失望而归 有一天 她住在一个偏僻的旅店里 两个随行的仆人都送病了 没法跟她一起出门 她一个人待在房里 觉得无聊透底 正当她百无聊赖的时候 隔壁房间的一位旅客走过来 对她说 相公一个人坐着未免无聊 我那边有壶酒 不如过去喝一杯 如何魏阳生客气地说 品水相逢 怎么好意思打扰 那人笑道 我听说读书人都很傻脱 相公为何这么拘谨 我虽然是个普通人 但很喜欢交朋友 只是相公前途远大 我不敢高翻 现在我们同住一点 也是缘分 何不坐坐聊聊 魏阳生正头没人说话 巴不得有人来聊天 于是就答应了 她跟着那人过去 那人请她坐在上座 自己坐在旁边 魏阳生推迟不过 只好坐下 编论那人的名字 那人说 我没什么正式的名字 大家都叫我赛昆仑 魏阳生好奇地问 这个名字挺特别的 为什么叫赛昆仑 那人笑道 说出来她相公害怕 不愿意跟我喝酒了 魏阳生好爽地说 我也是个豪侠之人 就算神仙鬼怪 站在面前也不怕 不论身份高低 这投缘就行 哪有什么不愿意的 赛昆仑见她如此爽快 便说 那我就直说了 我平时是个贼 能飞檐走壁 不管多高的楼 多厚的墙 我都能轻松进去 把东西偷出来 偷完后 主人第二阶都不知道 我听说 以前有个昆仑 能飞进郭令公府中 偷红香 还一生只做过一次这样的事 而我做过几百次 所以大家叫我赛昆仑 魏阳生拼了大吉 你既然坐车上这么久 又出了谜 难道没被抓住过 赛昆仑笑道 要是被抓住了 就不算豪杰了 古话说 拿贼拿赵 只要没抓到张我 他们也奈何不了我 周围的人都不敢得罪我 怕我算计他们 我平时还是有些原则的 有武不偷 律凶不偷 律疾不偷 律疾不偷 相熟不偷 偷过不偷 不敌方不偷 魏阳生听着有趣 要问 这五种情况倒是有意思 请详细说说 赛昆仑解释的 人家有凶事 比如生病 受伤或者遇到灾祸 我去偷就嘴上加霜 所以不去 人家有喜事 比如结婚 生子过寿 我去偷就破坏了他们的好兆腾 所以不去 至于那些不认识的人 偷他们无可厚非 但如果是天天打招呼的人 我去偷就显得不够意思 所以不去 那些有钱人家 我去偷一次 就当是打秋风 已经够了 如果多事烧了 就是贪得无厌 这样的事我不做 还有那些脾心吊胆的人家 天天防贼 我去偷 就是让他们知道防不胜防 但如果是那种心胸宽管的人家 连门都不关 我去偷 就显得欺壤害义 所以也不去 这就是我不偷 因为有这些原则 大家虽然知道我是贼 但不把我当贼看 反而愿意跟我交往 如果相公不嫌弃 我们可以结拜为兄弟 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我一定下王 哪怕是拼命也愿意 为央生平塞空人这么一说 不由得心里感叹 没想到贼中也有这样的豪杰 他心里盘算着 假如以后遇到像洪霄 洪福这样的家人 住在高门大宅里 消息不通或者出入不便 那就可以请赛空人帮忙 这真是太妙了 他越想越兴奋 甚至手舞足蹈起来 不过 帮赛空人提议结拜时 魏央生心里有些犹豫 虽然口头上答应了 但心里并不是特别激动 赛空人看穿了他的心思 便说相公心里还没完全决定 是怕有麻烦吗 不管我多厉害 做贼绝不会牵连他人 即便被抓也是我自己承担 绝不会牵连无辜的人 相公不必担心 魏央生听赛空人这么说 亲你的疑虑也就打消了 满口答应 两人各自出支办了三声祭礼 写下誓言 在殿里煞雪为盟 八世同声共使 赛空人年长魏央生年幼 于是排定兄弟顺序 两人一起享用祭品 一直吃到半夜 准备各自回房休息时 魏央生挺 分开睡太寂寞 不如一起在我床上聊聊天 打发正慢慢长夜 怎么样 赛空人觉得有道理 于是两人就脱了衣服 同床安眠 魏央生刚上床 就忍不住抱怨 这么好的地方 怎么没有个看得上的女人呢 赛空人听了问道 贤弟为何这么说 难道还没娶妻 想四处求亲吗 魏央生回答 我已经娶过妻了 只是一个男人 怎么能只靠一个女人过一辈子呢 在妻子之外 还得找几个红颜知己才好 不瞒您说 我就是个爱风流的人 这次出来表面上是游学 其实是为了找美女 可是走了这么多地方 看到的女人不是涂出抹粉 抹眼黑皮肤 就是戴珠色项链 也戴黄头发 哪里有一个不需要打扮 就自然美丽的 所以我才发出这样的感慨 赛空人笑道 贤弟错了 天下的好女人是不会轻易让人见到的 那些能见到的往往不是好女人 就算是娼妻 除非是极丑的才会出来招揽客人 稍微有点枝色的 都在家里等人去找她们 何况是好人家的女儿 怎么会站在门口让人看呢 如果你想知道哪里有好女人 只能来问我 魏央生听了抬起口来感到好奇 这就有趣了 长兄又不在枫叶场混 怎么会知道这些 赛空人解释道 我虽然不在枫叶场混 但枫叶的是只有我看的最清楚 我问你 天下漂亮的女子是富贵人家多 还是贫贱人家多 魏央生答道 当然是富贵人家多 赛空人又问 那富贵人家的美女 是化了妆穿了衣服看得清楚 还是卸了妆脱了衣服看得清楚 魏央生答 当然是卸妆脱衣服后看得清楚 赛空人说 这就对了 我们做贼的 凭见人家自然不去 去的都是珠光宝奇的地方 见得多了 去的时候通常是深夜 他们或是脱了衣服坐在月光下 或是开着帐子在灯下睡觉 我怕他们没睡着不敢动手 就躲在暗处盯着他们 等他们睡熟了才行 所以看得特别仔细 不仅是面貌肌肤 就连身体的引力之处也一清二楚 这附近几百里内 哪个女人长得好 哪个不好 我都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 只需问我 魏央生听到这里 忍不住从被窝里坐起来 说有道理 大户人家的女儿 外人很难见到 就算见到也不清楚 只有你们能看到 还有个问题 你看到漂亮女人和她们的身体 万一跟我心怎么办 赛昆仑笑道 年轻时见到这样的情景也忍不住 常常躲在暗处自己解决 就当是和她们坐了一回 后来赛昆仑见得多了 你就没那么在意了 看着那些场景 她就像看家常便饭一样 不再动情 不过有时候看到女人和丈夫在一起 听到她们发出那种声音 她还是会有些心动 魏央生听到这里 打紧翻身过去 想听得更清楚 赛昆仑问 如果你不介意 我可以讲一两个故事给你听 你愿意听吗 魏央生立刻来了兴趣 太好了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快讲吧 赛昆仑说 我这辈子见过的事情太多 不知道从哪说起 你随便问个问题 我就给你讲个故事 再安生问 你觉得女人是喜欢那回事的多 还是不喜欢的多 赛昆仑答 当然是喜欢的多 大家一百个女人里 只有一两个不喜欢 其余的都喜欢 不过啊 不过啊 这些喜欢的女人分两种 一种是心里喜欢 嘴上也说要的 另一种是心里喜欢 但故意装作不要 整丈夫强迫她 然后才露出本性 前一种女人比较好对付 我曾见过一个女人 吹丈夫干那事 我以为她很淫荡 结果没几下就结束啊 最后就懒得动啊 而那种心里想要 却假装不要的女人 最难对付 有一次我去偷东西 看到一个丈夫想和妻子亲热 妻子假装不愿意 把丈夫推开 丈夫以为她不想要就废着了 结果 那女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想把丈夫弄起 最后甚至喊有贼 要是别的贼 早就被降好了 但我知道她不是喊贼 而是想吵醒丈夫 果然 丈夫醒了 她就说 刚才是猫捉老鼠 我听错了 然后继续和丈夫亲热 丈夫开始还年强 后来两人都动情了 一直捉腾到半夜 丈夫累了 她却还兴致勃勃 假装有病 让丈夫继续照顾她 最后捉腾到鸡叫才停 我守了一夜 天亮了才离开 所以我知道这种女人最难对付 威亚双又问 那女人在那世上是会浪得多 还是不会浪得多 赛坤能说 当然是会浪得多 十个女人里只有一两个不会浪 其他的都会 不过 女人在这方面有三种表现 只有我们这种人能听得清楚 那些男人反而不知道 为央生好奇地问 哪三种 赛坤能解释道 第一种是开始的时候 心里还没感觉 但假装骂 好让丈夫兴奋 这种声音自证腔圆 很容易听出来 第二种是到了兴奋的时候 心里和身体都骂 声音模糊气喘吁吁 第三种是到了高潮 身体累了 想让却浪不出来 声音在喉咙里 很难听清 我从见过一对夫妻 开始时声音很大 后来女人不动不响 像是昏过去了 我走近一听 发现她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 知道她已经到极致了 我当时也忍不住动了琴 结果自己的经验流出来了 所以我知道女人还有这种表现 卫阳生听到这里 也不禁全身发痒 居然不小心就走水了 她还想再问些别的 没想到天已经亮了 两人起床后 起床完毕 又坐下来 有些有趣的话题 两人相处了几天 关系越来越亲密 这时 卫阳生被赛昆仑说 兄长 我这辈子把女色看的比例还重要 能遇到您 真是我的信任 我有个请求 如果您见过你的特别漂亮的女人 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见上一面 如果她真是角色 我告诉你 我命中注定有桃花蕊 见到合适的女人 她不找我 我也会去找她 到时候 还请你帮我一把 复生这段好事 你看怎么样 帅狂人摇尾摇头 说 这可不行 我有个规矩 偷过的东西不会再偷 偷过别人的财物 都不忍心再去偷 更何况是涉及民生的事情呢 不过 我可以答应你 以后留意一下 如果我看到有特别漂亮的女人 就不偷她的东西 回来跟你商量 看看能不能促成这段原色 卫阳生赶紧道歉 我刚才真是长途了 不过 既然您答应为我留意 但如果真看到角色美女 千万别偷她的东西 别忘了今天的话 如果事成 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赛困人笑道 你还真是永远不识意识 我如果是图报的人 还不如我现在就拿好处呢 就算你以后做官 让我捞点油水 那些钱还不如我现在水头呢 我答应帮你找个美女 自然会对线承诺 你既然遇到了我 就别去别的地方 先在这儿 逐几间房子读书 你也别光靠我一个人 如果自己看的合适的 也可以主动出击 我这边看到好的 也会来告诉你 两个一起努力 自然能找到 不会落空 魏央生听了非常高兴 立刻找人帮忙找住处 林爹时 他又拉着赛昆仑拜了四半 才依依不舍的分别 魏央生和赛昆仑分别后 搬到了一座庙里 这庙是供奉送子张仙的地方 房间不多 平时也不招待客人 魏央生却愿意花大点钱 鞋的地方一个月租一两银子 他愿意出两两 道士见有利可图 就租给他了 为什么魏央生愿意出这么多钱呢 因为这庙里的张仙特别离念 父亲求职的女人都爱这里办 他想把这里当成一个悬眉场 住下后 每天都有不少妇女来烧香 而且这些来烧香的妇女 和别处都不太一样 使得你们总有一点还算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庙里的烧香妇女 大多是中老年 这里来的都是求职的 老年妇女早就没生育能力了 中年的也快不行了 所以来求职的基本都是年轻女子 年轻女子嘛 14到20岁之间 不管长得怎么样 脸上总是有点桃花色 挺吸引人的 所以是个里面总有一脸都看得上眼的 魏央生 每天早上打扮得整整齐齐 在神像前后有 一看到有妇女来 就躲在张仙向后面 初听道士帮他们祈福 还仔细观察他们的模样和态度 然后趁他们不注意 出来从后面走出来 这些妇女看到她长得这么帅 都笑了一跳 还以为是自己曾经感动了神仙 但张仙显移下来送着呢 等到她走下台阶晃了一会儿 大家才反应过来是个人 但这时他们的心已经被这个活张仙勾走了 弄了他们心神不宁 眉目传情 舍不得离开 有的甚至故意留下手发做信物 从那以后 魏央生的行为更加轻小 心里也越发放大 觉得世上的美女都该是她的 她从刚住进庙里时 就准备了一个小册的 藏在衣袋里 上面写着广出风色式的字 凡是来烧香的女子 只要有几分支社 她就记下来 比如某某妇人 多少岁 丈夫是谁 住在哪里 都详细记录 还有红笔在旁边 调记等级 特等三圈 上等两圈 中等一圈 每个名字后面还写了16句评语 形容她们的好处 魏央生是怎么知道这些女人的名字和住处的呢 因为妇女来料理烧香时 总有个道士在旁边帮忙祈福 会问她们叫什么名字 多大年纪 是谁的妻子 住在哪 即便妇女不说 也会有家人或者丫鬟带打 魏央生就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 等人走后 拿出册子记录下来 没几天 她就把附近的美女信息都收集起来 虽然记下了很多 但都是中等和上等的 特等的一个也没有 她心里想 我这辈子志向就是娶个绝世美女 原以为家里已经是第一了 现在看来跟她一样了 还有很多 这说明还不算第一 我想天下的美女 不可能只有傍眼和看花 而没有状元 一定还有个第一名站老的地方 只是我还没遇到 现在这些女人 只能暂时留着多个备学 如果最后实在找不到 也可以凑合用 我再等等 看以后来的怎么样 因此她提高了标准 不肯轻易剖鞋 走一天 魏央生重满安阳的在房里睡觉 哭了小丝跑进来喊 少爷快起来看美女 魏央生赶紧下房 戴上新帽子 穿上漂亮衣服 还想照照镜子 结果耽搁了一会儿 等她跑到外面 只见两个年轻女子 一个穿阴红色衣服 一个穿藕色衣服 身边还跟着一个半老家人 正准备离开 魏央生隔着一段距离 看到两个年轻女子 简直就是仙女下凡 比她以前见过的都要美 一时看着心花怒放 见她们还没出门 她立刻飞蹲过去 跪在门坎外 不停地磕头 把两个小时和庙里的道许 都下来了 生怕这几位女士会发火 不过魏央生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疯疯颠颠 七米七十有数 她触摸着这三个女人 如果是懂得欣赏美的 知道她是因为 被她们的美貌打动 才跪拜的 应该不会生气 如果她们真的生气了 应该说打算装作 是个外来的行客 想拜张仙求子 看到有女圈在里面 不敢进去 所以才跪在外面客头 她们总不至于知道她住在庙里吧 这样一来 她就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才感动了大人 果然 那三个女人不知道内情 只当她是来求职的 都转过身去站在一旁 等她拜完 她们才准备离开 拜的时候 那两个年轻女子 虽然偶尔瞥她一眼 但神情之间 似乎是有意无意 若她明显 道士没有半老家人 对魏央生十分注意 还忍不住眼口而笑 临走时 还多看了魏央生几眼才离开 魏央生愣在那里 半天说不出话 等她们走出一两里地 才能消火道士他们是谁 道士见她轻举妄动 差点惹出事来 心里埋怨她 哪里肯告诉她 魏央生想跟着轿子追过去 却知道已经走远了 追不上只好回到房中 问问不论地坐着 她心里想 这真是太可恨了 那些不怎么中意的女人 我都知道她们的名字和住处 偏偏这两个极中意的 却不知道她们的下落 可惜让这对爵士家人 从眼前溜走了 她拿副小册子 想把这两个女子记上去 却没有名字可写 只好先随便记一笔 某月某日 遇到两位国色天香的女子 不知姓名 暂且根据她们衣服的颜色秘密 并大概写下她们的年龄和性格 也便日后寻找 离婚女子一名 年龄大约十七八岁 观察她的神情 似乎是未婚 但心思未开 披语 此女子姿态如行人 身之如玉笠 朱唇微战 宛如会说话的花 走路时轻吟如燕 帷幕间虽无忧愁 却长长微粗 真如西施算平 眼睛非不疲倦 却懒懒地睁开 仿佛杨贵妃喜碎 更可爱的是 她和她心意 而不处食物 云走时没有留下任何心物 只用眼神点来意图 真是女中隐士 归中幽人 这样的美人 只能不排在微等之列 偶射家人一名 年龄约二十岁 观察她的神态 似乎已婚多年 但仍未有指示 披语 此女子风之错月 易看偏然 眉毛无须画饼 面色无须中天 身材健于肥瘦之间 妙在宋不可争 肥不可减 妆容在浓淡之间 妙在龙氏浅 但是生可惜的事 妙群欲集未书 仿佛含苞带放的荷花 稀释寒而不土 相位凋谢了风飞 她与前者一样 压倒群方堪称国色 魏央生写完批语 心里又想 那个半老家人 也不解当年风产 别的不说 但是那双眼睛 就像一见至宝 她心情 给我抛了不少眉眼 我只顾着那两个姑娘 没顾着上回应 现在想想这有点不好意思 再说 她和那两个美女同行 不是总理就是亲戚 也该看在美女的面子上 对她宽带几个 而且她愿意帮忙撮合 明显是个懂行的人 如果能找到她 那两个美女 和她跑得掉吗 我现在也把她写在册子上 加个好评语 一来报答她的牵线之群 按来如果找到她 可以把这册子给她看 先把她奉承好 不说她不帮忙 于是提笔 给国色二名的二子 改成三字 因为她穿的是悬圣衣服 又加上一名 悬色美人一名 杰宁大约三十六岁 姿态如二十岁 观其体态似乎想要有所作为 但情感吃热 批语 此女子忧情勃发 一心飞扬 腰枝虽比年轻女子烧食 但眉带与新人静美 腮红不剪桃花 最销魂的是 双眼不动却眼不扭转 闪烁如同牙下变光 肚女未动而身之忽转 轻盈如脸扣云雾 即便与两位美人定裂 也毫不逊色 写完后她在每个名字上圈了三圈 把侧子重新藏在衣袋里 从那天起 魏央松心里就挂念了那三个美女 总天带着她的小侧子在街上转 指望能再次遇到她们 可是转来转去也没见到一点忠语 她心里琢磨着 赛昆仑见多识广 怒字也熟 为啥不去问问她呢 不过有个问题 赛昆仑之前答应帮我找一个美女 这几天没见人影 估计是去找啊 如果我告诉她这事 她可能会觉得我已经有忠意的 把这任务料下不管 而且我连名字都不知道 她怎么查呢 还是先憋在心里 再等几天 说不定赛昆仑会对我带来好消息 反正美丽的女子再多也不嫌多嘛 从此以后 魏央松每天不是出门碰碰运气 就是在家干的 一天 她在街上碰到了赛昆仑 改姐拉住她说 大哥 你之前答应的事怎么没信啊 不会是忘了吧 赛昆仑说 我一直记着呢 怎么会忘 只是普通的美女不少 角色的少 最近才找到一个正准备告诉你 没想到在这碰到了 魏央松一听 笑了和不容嘴 既然这样 咱们回我那聊聊 两人手把手回了魏央松的住处 把小事打发出去后 关上房门 商量起这种好事 至于是哪家的女人走完好运 遇上这么个能干的男人 又是哪家的丈夫倒霉 以我上次作念了肩腹 别急 替我下回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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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